好的,这次课呢,我们来了解一下AD9的发展史 然后首先说一下它的诞生 在AD9之前,Altimate Designer之前 其实它的名字叫Protel 是Protel公司推出的一个EDA软件 但是它前身是美国的另外一家公司发明的一个软件 叫TNGO 在这个软件出来之后 Protel公司就出来了一个针对DOS版的Protel这个产品 我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EDA软件 EDA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er Automation 这就是代表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因为以前的人可能做电路板都是手工雕刻的 就是哪块修改啊什么的都要用刻刀这种工具的 所以它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 所以Protel这个出现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紧接着它又推出了Windows版本的Protel 然后之后还有几个版本 直到是99年推出了Protel 99 为什么把它标成红色的 因为它是 如果Protel的诞生是一个里程碑事件的话 然后Protel 99 我觉得应该算是第二个里程碑的事件 因为它是极大的很方便的实现了原理图和PCB整个这个界面的绘制 我觉得是 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 包括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学的软件也是Protel 99 包括我估计从现在市面上也可能能翻到Protel 99的一些教程 就是如果你学完Protel 99以后 你再学再往AD9转 其实感觉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个别功能上得到了 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Protel 99是一个第二个里程碑的事件 值得纪念一下 包括我后边讲到AD9安装的时候 AD9对系统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Protel 99它很小 如果你电脑真的配置不够高的话 其实我建议你装Protel 99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的功能它都能够做到 然后这是2000年以后 就是有一个Protel 99的升级版本 然后那时候不流行Plus 那时候就是99SE 实际上是99的一个升级版本 在03年这时候我又有红色标注了一下 出现了一个Protel 2004 我记得好像也叫做 应该也叫做Ultimate Designer 2004吧 这个2004版跟99的版本 界面就应该有了一个界面上的很大的变化 然后呢 这个不过多强调 它本质上我觉得跟99 还没有特别一个大的质的飞跃 但是后来又出了6啊 然后还有8.0 然后还有Ultimate Designer Winter 09 然后后来到Summer 09 现在也有10的版本了 其实你学会一个了 后边的都差不多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版本的比99上的功能上的一些增强吧 它肯定好多细节上面都有所增强 像以前Protel 99 我印象中它是没有一个椭圆形的焊盘的 这个功能貌似很简单的功能 但是Protel 99当时是没有的 当然也能用其他方法实现 但是Ultimate Designer Summer 09 这个版本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小细节 然后还有大的方面 就是它会有三维的显示 就是我们的 它三维显示是什么作用呢 你认为 我如果看一个三维的板子没什么意义 一个是它会很漂亮 展现给大家的话会很好看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重要作用 功能上的作用是 我们的PCB一般都会跟外壳 配合使用的 经常会实际 电路图绘制过程中呢 会有那个 有些元气件跟外壳有干涉 就是元气件设计得太高了 然后跟外壳顶着了 或者是边角的元气件太高了 跟外壳会有那个干涉的情况出现 然后有了这个三维的设计呢 我就可以完全的把这些 有可能出现干涉的地方 能够在设计的时候就发现 我们这有工程师经常说 好的产品是设计出来的 就是你设计初期想的越多 然后你后边就会越顺利 这是它三维设计的一个特别强大的功能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推挤不限 这个到时候咱们实际操作的时候 我会再强烈的跟大家介绍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工作中非常方便的一些增强点吧 基本上就是发展史 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AD9的主要功能 它主要功能是肯定是 原理图的绘制了 包括一些智能表格的生成了 就是这个点也是比之前版本的增强 Portel当时也能生成智能表格 能生成报名表 但是它不是一 但是它界面没有AD9漂亮 AD9生成了基本上就可以当成是 工艺文件使用了 当然它可以生成原理图的 那个工艺文件啦什么的 还有包括PCB的一些工艺文件 都很方便的实现 然后PCB图的绘制 然后自动布线 DRC这方面也有很强的增强 然后推挤布线 这就是我说的它很强大的功能之一啊 然后DRC规则检查 三地图形显示 集成库 电路仿真等等 大体上就这样吧 然后留一个小作业 你想想你想学AD9用来完成什么呢 想用它做到什么程度呢 你可以给自己下一个定义 好吧 这次课暂时就到这里 好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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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